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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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美 大家好,我是胡偉聰 今天是11月21日的晚上 我自身於清邁的拔道他啤 古城居城門以外 今天晚上會有一些活動 就是在水燈節仙山小姐選舉 究竟是水性羊花 還是出水芙蓉 還是水那麼漂亮 這真是不知道 在前面又可以舉行 但未舉行之際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環境 真的挺漂亮 很多遊客在拍照 但其實也有很多本地人 現在來到 沒錯,舉行的地點正正是這裏 這裏平時都相當熱鬧 今天晚上更加不用說 大致當前 大家多開心 水燈節 說這麼快 Event開始 原來就有太姐選舉 應該說水燈節小姐選舉 才對 一中介麗 又要表演才華 又要教授自己 每個人在台上又唱又跳 台下觀眾都不知看得多開心 他們除了穿傳統服裝 更加會穿便裝 一個個走出來 收一點酒 和大家打招呼 我老多知 個個都是大美人 是啊,真的 是人都說青蛙美女多 這是真的 泰文就是 安伯伯 好漂亮 水? 水? 真的漂亮 真的 不是開玩笑 這次的選美 真的有些知識 不錯 怪不得大家看得這麼日神 據稱選完女兒 還要選兒子 女兒漂亮當然是水 兒子就是懦 那會很懦 還是懦 一人家就知道 喂 不要以為選男士 大家就會去一下廁所 走開一點 其實反應比選女士更好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世界變 一個個男士 相當有型有款 有西裝 也有泰裝 甚至乎無常裝 哇 六塊腹肌 正如選水燈節小姐一樣 選水燈節先生 都一定要表演一些才華 介紹自己 當然身材就少不免 騷擾自己的身材 樣貌 開開心心 然後一晚 大家看得都不知幾high 經常說清邁美女多 像我泰女高朋友溫娜 那樣是美女 想不到以為清邁美女多 而後面 全部都是美女 起碼是美女的和宗 加上不同的服裝 不同的服飾 真是滑一聲 於是各位女士們 若然想找個原意郎君 想找個泰國俊男的話 來清邁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今天只是投票 究竟花樂誰加哪個俊男得獎 就等明天了 那這樣就完了 還沒的 其實整個活動 一直到晚上12點 不過我眼睡 我又回酒店休息 現場很多群眾 一直留守著 在這裡看 看到散場為止 最後男女子一起出場 人頭湧湧 兒子一堂 所以說是不是很熱鬧呢 夏年水燈節 都一定要來清邁 看一看 走一走 今晚看著這麼多 明晚和大家繼續放天燈 為了